對每一個參與這個專輯的每一個人 從包裝設計聶永珍 然後到MV導演到製作人到編曲到作曲的每一個環節 我都要非常謝謝他們 然後還有黃偉文 就是讓我這張專輯的整個概念都非常的清楚這樣子 然後其實有很多人都沒有謝到 因為有一點嚇到這樣在台上 然後真的就是要分享給他們 因為這是一個很棒的很緊密的團隊合作 那像王氏老師 你也拿了兩大獎 是 我要謝謝 當然因為在台上有時候就是 腦筋一片空白 只能謝到很多就是 唱片公司的或是自己的一些朋友 那除了作詞人 然後我要謝謝就是幫我拍這部MV的導演 孝謙 然後還有隨唐還有李康生拍了這部這個熊碎會這首歌 我想非常氣美 然後是非常感動的故事 那除了這樣的這些好朋友 其實很多就是跟我一起玩音樂的這些編曲人 然後我覺得都是在整張專輯是靈魂的貢獻 所以如果沒有這些朋友 我想我們的專輯也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這麼樣美的話 那JJ就是今天經典單輪頒獎的心情比較輕鬆 今天我一開始預設我的心情應該是比較輕鬆才對 但是其實在上台頒獎之前那幾秒鐘 其實是跟坐在下面的心情一樣緊張的 其實我發現因為一直不想講錯話 然後我覺得那個壓力很大 因為要頒給台下那麼多優秀的男歌手們 包括北安 就是會想說 希望可以給予他們最大的一個祝福 然後也希望可以把 之前去年得到的金曲獎這樣的一個能量 繼續的延續下去 然後頒給今年的這個得主 然後很開心今天能夠親自把金曲獎 這個最先男歌手頒給Eason 因為我們一起合作的這張專輯 其實我也很愉快 跟他合作的很愉快 然後也真正的把很多的心思跟努力放在這張專輯 希望可以把讓他可以很好的去發揮 然後真的非常謝謝金曲的這個評審們 給予這個作品 給予他的音樂 給予Eason的聲音 這樣的一個肯定 其實他得獎 我自己也好像自己得獎一樣 哈哈 所以只要不要聊一下 就是好像也有幫Jolin這張專輯有一次做一首歌 對Jolin得獎也好像有一部分 我也非常開心 跳起來 因為真的 在他的專輯當中也有一首 出行歌第三人生 對 然後也是擔任製作人 然後配唱 然後也是我們合作的比較密切 所以我覺得 我很喜歡在跟不同的歌手 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作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看到朋友的成功 我覺得也是很開心的 當然也會 對自己來說也是一種成長 在音樂上面的成長 所以這就等於說有點像幸運心 會不會一開始大家都一直要找你這個 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大家來找我 對這對下一張就要幫我製作 哈哈哈哈 剛剛Jolin做完了以後就換我 剛剛Jolin老師已經開始在問我 一些製作物的一些 新的編曲人介紹 對 還滿期待的 還滿期待的 對 你剛剛今天有沒有有點失落 不會耶 不會 因為其實今天我覺得 能夠參加這個盛會 就已經非常開心了 然後 我有完成我一個心願 就是親手把我的專輯 送給學友課 對 就還滿開心的 對 那你覺得你有想好好去打進入 我很想 但是我馬上要投入巡演這樣 所以我只能開心今晚 所以我今晚會 會 呃 讓自己 放鬆一下 對 幫助 大吃大喝 哈哈哈 強叫喝 哈哈哈 所以另外問一下 就是今天小豬在表演的時候 壓力比較不大 那據說在後台 放聲大嗎 對啊 因為他一直很排 排聚在 金徐的這個盛會表演這樣 他答應的那一刻其實我自己都非常感動這樣 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棒很優秀的藝人 然後 當然我身為朋友 我真的非常以他的為榮 我覺得他今天表現得很好 然後 他的緊張都是多餘的 可能就是給自己的這個 呃 第一次表演的壓力表達這樣子 對 所以當時你怎麼哭 我 我就只是給他一個擁抱 然後他就哭了 哈哈 他有沒有很傻眼 沒有 因為他帶墨鏡 哈哈 我是他經紀人告訴我說 他要準備上台前 然後 我又過去跟他加油打氣 還有 還有緊張 還有想要 這樣子 但是 對 我覺得他擔心多餘的 那 Jobin身為腔調歌手 你已經這麼多次見過自己 下一次的專輯你有什麼想法 會怎麼樣再次突破嗎 呃 每一個專輯都是我們每一個歌手都比準備 所以 啊 一張專輯 要 非常成功 台前幕後的 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對 好 謝謝喔 謝謝 好 謝謝媒體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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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